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 这些歌曲都不是我选的 因为我常常希望来宾 跟这个单元的灵魂人物 他们可以有一些自主权 去为我安排音乐 但是今天小胖黄振宇老师 你安排的晚安曲 跟我们平常 特别是当兵听到的不一样 还是一样先 大家好我是小胖老师 OK没有突然这样接 还我不知道怎么办 其实我刚刚有点错乱 明明是中午11点的节目 怎么放这个 大家可能会觉得 是不是要睡觉了 其实这个版本跟我们 我这个年纪 61年次年纪 常听到这套歌的时候 是当兵吧 应该在9点半吧 听到这套歌就知道 对不对 要开始班长晚安 连上长官晚安的时候 不过这个版本 好像跟我们那个版本 不大一样 对啊 我就讲的 我如果记得没错 因为飞玉清后来到了 某一家大的唱片公司的时候 有重新去唱他的金曲 你看这个是其实比较磅礴的 比较现代版的晚安曲 可是跟我们仔细想想 在各大百货公司 或者在所谓的成功领上 那个670年代听到的是 中式在这弄的晚安曲 是不同的 所以这是后面的 是 你今天给我们的东西 是比较现代的晚安曲 我们本来讲回忆的话 应该是那个最阳春的晚安曲 我不知道我觉得 我刚刚曾经有一个很奇怪的念头 我说假设有机会的话 小哥这种声音啊 真的是迷死人了 连我这个男生 都有点想要嫁给他的感觉 真的吗 就是我觉得他那个声音啊 你就会马上 我眼睛都没闭起来 就已经想到很多的那种 那种美丽的景色啊 就你刚刚讲的气势磅礴啊 对 我觉得他会 就好像那个江慧姐一样 他们 他们的歌 会把我们拉走 对 可以让你马上 情绪刚是那个样子 马上听到他歌之后 就可以跑到另外一边去了 那就是一个优秀的歌手 他的声音是有画面的 他的声音是有一种穿透的魅力 对不对 就把你带进去 没错 被拉着走 我们真的是不同年代的人 至少差15岁以上 到20岁以上 差不多了 你知道为什么我这样讲 因为你刚刚讲说 你听到音乐想哭 这个音乐对我来讲 不想哭 那已经是 那已经是 历尽千辛万苦 变社会人的晚安曲了 我们想哭 一定是听到最简单音符 那个出来的melody以后 那个唱法的背心 会觉得 哇 我马上就回到了 你看那个时候 就像小胖 你一定是参加大专集训 对 我就不是 因为那时候是高中生 我们就参加的是 两个月半的那个中心训练 可是你的大专集训的时候 所有的大专男生 大专男生 共同的回忆是 飞玉清早期那个 比较简单的 没错 的版本 对不对 你就想到了 天摇地动的震撼教育 行军 打靶 或者黄埔大内裤 大家洗澡 你有碰到这些有趣的事吗 部分有了 没有全部 为什么 你说如果 因为我觉得现在当兵 你们那个年代 跟我这个年代 跟甚至于现在这个年代 都不一样 是 讲你的 现在这个年 我那个年代的话 基本上我觉得男生当兵 尤其是大专生 大家都是 像我是大医生 大二去 对 那大家都头发长长的 过去全部离光头 对 然后逼不得 要跟女朋友离开 对不对 然后去那个地方 又是一个未知的一个地方 你那时候有对象吗 小胖 有啊 有啊 你行情不错 我从高中认识到现在 你忘记了 从一儿中 之前有讲过 对 在高二认识的 对 所以那时候 因为不知道下一步 其实我觉得当兵最可怕的 其实我觉得不是那种 身体上的泪 而是不知道下一分 下一秒干什么 对对 他班长又不告诉你 对 然后又很怕他玩你 对对 对永远不知道下一分下面 要做什么事 对 其实是那一种担心了 对 所以你说刚刚说 有没有一些 你那个年代的那个想法 其实我们应该是一半的吧 因为我们当时 已经有什么申诉电话了 哦 对 其实我觉得那蛮可惜的啦 有了申诉电话 班长就没什么大好日子过 是不是 其实我觉得也是一样 像我那时候 就好像一半一半 像我在当兵的时候 呃 我在当兵的时候 我 我是还蛮follow这个 就等于说我的学长叫我干什么 我都很尊敬他 嗯 对那甚至于想要讨好他嘛 因为他是学长嘛 是 对学长会叫我们嘛 嗯 对但是我们里面也有几个 我们所谓的俗称的统兵 嗯 就很喜欢统人的 统 我们叫统兵 那意思就是很喜欢 申诉 哦 对那我还记得哦 那时候我到宪兵单位 然后我还记得刚下部队的时候 我们都有个中山市嘛 嗯 对都我们都有 对中山市就是我们 好像客厅那种地方 康乐中心 对对对 然后一个最菜人在里面抽烟 那 后来一个穿 那个宪兵都穿红短裤嘛 对 有一个人家所谓的红军 就是马上轮他退伍了 你就是宪兵吗 呃 我那时候算是正好交接的时候 对 然后我去的时候就很好笑 那个 老兵啊 穿红 红短裤的就过来找我说 嗯 他为什么在这边抽烟 嗯 那我说学长 这个我也不知道 他是申诉兵啊 他就跑过去 他说他不信邪过去 他说你怎么在这边抽 抽烟 嗯 他说 有规定 刚来的不能在这边抽烟吗 哦 好会讲 就那个学长 不知道该怎么办啊 哦 因为他会打080 免费申诉电话嘛 所以我们大家都拿他没辙 但是后来他的晚景也凄凉啊 像我到最后 这个申诉兵 对 我退伍的时候 我基本上 我在退伍前三个月 我就不用洗碗了吧 嗯 因为我的学弟会抢着洗我的碗 OK 对 然后他不是 他当到最后一天 他还在洗他自己的碗 嗯 就我说 当然没有说洗碗 没有什么特别的啦 嗯 对 那只是说 我觉得当兵就是这样子吗 刚进去 啊 团体生活 然后听学长学弟 啊 班长的话 嗯 对 那等到有一天 我也是学长的时候 对不对 我觉得 有时候我觉得当兵 应该不能讲民主了 嗯 对 没错 对 不然当兵 对他往前杀 对不对 就打投票 对不起 我不想往前杀 那那怎么办 对 对 所以军人是以服务为宗旨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 我觉得 对啊 我觉得 所以我们会想说 那现在这一代的当兵 怎么办 是不是大家都要举手投票的表决 今天要不要凑枪 对不对 今天要不要去立正战好 那还得了 对 所以我觉得我那个年代 其实我觉得还不错啦 正好就还碰到一点这种 以前的那种学长学历志 对对对 今天呢 我们多安排了一首歌曲 你看你帮我们安排的 我现在听到这个曲目 我又想到我们 好像我们那个谁 施孝荣 参加的电影报告班长 是不是 对 没错 我们好像就有回忆 这个跟嘎爸帮你找工作 有关系吗 有啊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一定是跟军人有关的 来 我们先听歌 等一下再来看今天 嘎爸帮你找什么工作 刻意识 death torch 你